朝美现任领导人首次历史性会晤 朝鲜半岛死结是否由此疆解 朝美对抗位置70年 因何相逢一笑民恩仇 半岛利益攸关方未来将如何合作 怎样才能创建半岛和平新极致 朝鲜半岛问题的结与结 深入国际为您解析 历史性的朝美首脑会晤 终于在举世瞩目下 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收场 一波三折之后 朝美领导人终于在6月12号如期会晤 这是两国在位领导人首次历史性会晤 两个经常抢头条的政治领导人 直接碰撞 举手投足都时时引发着全球回响 长久以来 朝美矛盾是半岛问题的一个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这个结越来越紧 那么随着金正恩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的这次会晤 是否预示着半岛之节开始解开了呢 这十三秒的握手 注定可以载入实测 半岛分裂七十年来 朝美现任领导人不仅首次相识而作 还签署了联合声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证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则承诺半岛完全无核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 总统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承诺 怎么论上官邻的结束 您是否认为优优独播,您可以说道理。 您们想说道理。 您您想向韩国的同线。 您可以在中国的独播,您就能获得下来。 您可以说道理性的关系。 我们都访为了一个关系。 我们都要做一些关系。 我们都要发生了一个关系。 您可以做了一个关系。 您的定义都会做的关系。 双方还达成了四点共识 包括建立崭新的美朝关系 共同致力于建立朝鲜半岛持久和稳定的和平机制 朝鲜将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寻找并移交朝鲜战争中战俘和失踪者的遗骸 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不仅属于美朝 也是中韩等国希望给朝鲜半岛带来无核化进程的第一步 英国金融时报 美国和朝鲜两个国家相互对立 甚至是敌对了多达半个世纪 而今天两个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 进行平等的对话 这本身就具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 这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 中方当然表示欢迎和支持 这一次的会晤能够达成联合声明 在联合声明中还包括了四点的内容 应该本身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 而从内容来说 我觉得这个联合声明 首先最重要的它是解决了一对矛盾 在联合声明里头非常清楚地说 美国要求的这种无核化的目标 以及朝方要求的这种保证自己政权 和国家安全的目标是同时出现的 双方世间是一对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就照顾到了两个国家 对于会晤 对于未来整个半岛局势的走向 最关切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这一份声明中 最值得读的一个部分 金特会的成功实践是中方以及世界各方 所乐见其成的 而对于朝鲜半岛问题 长久不能解决的终结在哪 中方一直看得很清楚 其实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和解决之道 2016年9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曾明确地指出 朝核问题的实质是朝美矛盾 美方应承担起应有责任 那么正如大家看到的一味的强力施压与反弹 只会导致半岛核问题这个结越寄越紧 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死结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半岛的相关问题 我们认为有关的各方都应该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都应该做各自应该做的事情 中方坚持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朝核问题 最终必须要通过对话协商 寻求平衡地解决相关各方的安全关切 寻求半岛的长之久安之策 朝美矛盾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没有质疑 就是核心问题也是最根源的问题 那么所以这一次他们双方能够同意进行会晤 以谈判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说这符合朝美的需要 符合朝美的利益 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那这样一次会晤呢 我认为不太可能取得一个 比如说这个鼻齐功于一遇的这样一种突破 因为它毕竟这个他们之间的矛盾 冰冻三日飞一日之海 几十年半个多世纪的这种对峙 双方之间严重地缺乏信心 严重地缺乏互信 那么每往前走一步 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但是毕竟让人鼓舞的就是说 现在他们开启了一个相向而行的这样一个进程 这一点应该说 随着今后双方如果继续做出相向的这种努力 应该是在逐渐地积累他们之间的这种信任 所以我觉得应该对未来来讲 只要保持一个对话协商的这个势头 那么就这个问题呢可以说就是应该处在一个比较良性发展的一个轨道上 虽然6月12号会晤如期举行 但过程却一波三折 而回溯过去20多年的历史 朝美两国也曾几次接近达成共事 但最后都功亏一篑 那么朝美矛盾之节为何越来越紧 这次两国之间又如何打开机遇之窗呢 美国过去最接近与朝鲜举行最高领导人会晤的时候 是克林顿政府任期即将结束之际 当时朝鲜表示愿意达成限制其弹道导弹计划的协议 2000年10月8号至14号 朝鲜次帅赵明露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这是朝鲜政府有史以来派出官员级别最高的访问 几天后10月23号 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就应邀前往平壤 成为历史上首位访朝的美国国务卿 被看作是给克林顿访朝大前站 不过最终克林顿却没有实现访问朝鲜的历史性突破 朝美关系如同半岛的山巒 我们爬到山顶却发现另一座需要征服的山峰 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访问朝鲜时 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们观察到在2011年那个节点上 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 曾经赴朝进行访问 商谈过双方领导人见面的事宜 但是在2011年当时是克林顿的任期的结束 克林顿集中于一些这种国内的事务 以及国际上的这种巴以和谈等 一些这种问题都牵扯了他的经历 所以最终他并没有花意气或者是花精力 来实现自己的对朝政策的落实 所以当时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惜的 这种窗口期的失去 后来克林顿也曾经表示过 他当时可能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自己的政策上的优先 是不是应该抓住这个历史的节点 当然我们都知道历史不可能再重演 也不可能再追溯 过去的历史证明 解决朝鲜问题曾经出现过许多次 很好的窗口期 但每次都因为一些原因 错过解开朝美死结的机会 反而在每一次解扣失败之后 这个结会变得越来越紧 越缠越乱 我们已经看到 1994年达成了日雷瓦框架协议 然后后来2005年有919共同声明 其实这些协议和声明都是非常好的 当时国际社会 包括美朝双方都做出了重大的努力 来达成了这么一个路线图 但是后来往往出现的问题 都是在执行的这个环节 5月30号 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 飞抵美国纽约 会见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 并与其共进工作晚餐 这是18年以来 访问白宫的最高级别朝鲜官员 金英哲一直被外界视为 朝鲜政权中的强硬派代表 曾威胁要撕毁与韩国的停火协议 还说要发射核弹 将美国烧成一片火海 多年来 他一直被美韩两国列入制裁名单 而依照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的说法 这一次美方是特许金英哲入境 按照惯常的做法 特许入境的官员进入白宫 要走秘密通道 通常受到总统接见的时间 也不会超过五分钟 但带来了金正恩委员长亲笔心的金英哲来到白宫 不但受到了特朗普为他安排的欢迎仪式 还破例与特朗普谈了长达八十分钟 我之前的历任总统早该改善美朝关系 但很可惜等到我上任才终于做到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 这场外交转环其实来得并不突然 2016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公开表示 他愿意和朝鲜领导人坐下来 在会议桌上吃汉堡 特朗普的言论 为奥巴马任期内一直承受战略忍耐之苦的平壤 带来一丝希望 在金特会前 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盈 在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 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的机遇之窗一文指出 特朗普政府看到前两任美国政府 只施压不认真和谈导致的严重后果 且经过2017年秋以来 对军事等强硬手段的测试 也认识到战争代价之巨大 特朗普政府上日以来 一方面加大严格的制裁 让朝鲜感觉到疼 同时对朝鲜表达的接触意愿 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认真和连贯 蒂勒森前国务卿的四部承诺 美国不要求改变朝鲜国家体制 不要求搞垮朝鲜政权 不给予南北统一 美军不对朝进行军事进攻 给予了朝鲜一直所期待的尊重感 朝鲜应该是在认真研究 特朗普政府的声明 及其分野后的意图 美朝双方的最高领导人 都有很强烈的政治动机要见面 从特朗普这边来讲 我觉得三个动机 第一个动机就是个人的政治地位 因为他现在国内 实际上受到压力挺大的 所以他需要对外取得成就 另外他应该还有原因就是 他可能要整这个伊朗 因为他的下一步注意力 是要整伊朗 他不太可能两个核都同时处理 朝和一核同时处理 这个技术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他必须缓和一头 在4月27号举行的第一次文经会上 金正恩委员长 曾在宾馆留言簿上写道 新的历史从现在开始 和平时代站在新的起点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 美朝而非朝韩 才是半岛对峙的关键双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 金特会显然具有更重要的 历史坐标意义 朝鲜方面也是非常想 跟美国直接的对话 因为朝鲜认为 美国是造成它困境的根源 安全压力主要来自于美国 然后经济上受到国际制裁 主要是由美国来推动的 然后南北缓和 主要的障碍也在美国 所以对朝鲜来讲 重中之重 是搞好与美国的关系 这是多年的国策 近期一系列改革政策的提出 让世界感受到 朝鲜对于经济发展的渴望 朝鲜劳动党中央 2013年3月提出了 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 互举的战略路线 时隔5年后 金正恩委员长 在朝鲜劳动党第七届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 朝鲜当前的战略路线 是全党全国集中一切力量 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那么这一战略路线的转变 移民为着什么 我认为这次会议 就七建三中全会 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就是说它终止 它终止了过去的并进路线 转而以经济优先 这样一种政策 我觉得这在朝鲜的历史上 是从来没有过的 过去呢 就是并进路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朝鲜说 我要拥合 同时要发展经济 其实这两者在国际社会看来 是雄掌和鱼 不可兼得 但对朝鲜来讲 这已经是它过去几十年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 所以这次七建三中全会 明确地讲 它今后是以经济优先 实际上它就是放弃了 或者否定了这个并进政策 因为它就不再提这个拥合 那么它转而要寻求通过 无核化来实现 它得到更大的一个经济发展 我觉得这是这次会议 反映出来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为了能够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创设有力的国际环境 为维护朝鲜半岛 和世界和平与稳定 朝鲜将积极与周边国家 以及国际社会 进行密切联系与对话 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最近金正恩委员长 头像出现在韩国中部 一家咖啡馆的拿铁拉花上 自从朝韩两国领导人 今年四月在板门店会晤后 这家名为进进出错的咖啡馆 就推出了应有两国领袖 头像的拿铁咖啡 路透社援引盖洛普 本月一号发布的一份调查称 金正恩委员长 在韩国民众间的支持率 已从三月份的百分之十 上升到五月份的百分之三十一 而盖洛普四月在朝韩首脑峰会后 进行的一项调查则显示 百分之六十五的受访民众 在朝韩两国首脑会晤后 对金正恩委员长印象有所提升 并且预测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新加坡会面之前 他在韩国的声望还有望进一步提高 对朝鲜来讲 他也需要从这个外交的语言上 外交的表述上 包括这个外交的氛围上 跟自己创造一个 更加好像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朝鲜你看 最近的这个表态 显得第一比以前更温和 第二个呢 显得也更积极 第三个呢 也表现出一种合作的这种迹象 那么这些呢 在以前都是很少见的 以前都是一种高调的 非常具有对抗性的 非常具有指责性的这些表态 那么这个为接下来的 我觉得朝鲜它本身 外交政策的调整 和它要就是按照七年三中全会 为朝鲜的经济发展 创造良好国际环境方面 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金特会虽然顺利召开了 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 朝美这对老冤家 可能会走向和景 朝鲜半岛问题 今后也可能会最终得到解决 但荣兵绝非一日之功 也绝非仅仅只是朝美两家的事 只有东北亚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 才有可能真正把扣死的结解开 就在金特会举行的当天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结束了会见来华访问的 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后 在共见记者时 针对在新加坡举行的朝美领导人会晤 王毅表示 美国和朝鲜相互对立 甚至是敌对了多达半个多世纪 今天两国领导人能坐在一起 进行平等的对话 这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 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 解决这个核问题 一方面当然要实现无核化 而且是全面的无核化 同时那么也要建立起半岛的核平机制 解决朝鲜方面的核鲁安全关系 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怀疑 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 非常独特的和重要的作用 而且这种作用还会继续发挥下去 王毅外长的回应 有力地回击了近一段时间 一些外媒别有用心炒作的 半岛问题中国出局说 6月1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蓬佩奥首先转达特朗普总统 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特别是感谢习近平主席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提供的重要意见和帮助 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方坚定致力于半岛无核化 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中方愿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同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 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金特会召开前就表示 中国作为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国 在结束朝鲜战争的过程中 将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 金特会成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但未来特朗普的朝鲜政策 能在多大程度上 受到美国国内的支持 还是个未知数 6月4号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等7名民主党参议员 致信特朗普 不应做出任何有可能影响美国 参与本地区同盟国事务的让步 从而要求特朗普不可轻易退让 而如果特朗普想要与朝鲜签协定 国会是绕不过去的 美国国内的这些建制派各种势力 并不愿意看到朝鲜问题 在短时间内就获得解决 因为这会带来包括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问题 包括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问题 等等等等 所以有了朝鲜它作为一个紧张的把子 或者一个由头 那么他们像这些军工企业 包括这些利益集团 它就可以比如说顺理成章地在这 增加他们的军事部署 这个军事部署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要确保美国对日本韩国的一个控制 如果朝鲜 这个所谓朝鲜威胁减除以后 那么它就失去了一个控制日本韩国 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 或者说它说得出口的一个由头 我担心总统急于签订协议 急于获得好评和拍照机会 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舒默 金特会的实现 仅仅只是现任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朝鲜问题 试图换一种思路 解决朝鲜问题的开始 解铃还需细定人 现在当事人都有了解决问题的欲望 但怎么解开朝美矛盾 这对死结还需要精英巧和时间 未来我认为朝鲜半岛的形势发展 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特朗普也在强调要有一个时间的框架 而且这个时间不能是一个矿日持久的时间 而必须是在一个相对短的一个时间内实现 但是在与此同时 那你怎么获得这样一种目标的实现呢 你这个安全保障 是也应该是这个相向而行 因为朝鲜方面 它要的是一个完全的安全保障 美国要的是一个完全的契合 所以这两者之间 它怎么做一个交换和补偿 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事实上 在朝美关系紧张甚至剑拔弩张的过程中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 一直在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 早在2017年7月4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莫斯科签署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 双方以中方提出的 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 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行思路 朝鲜暂停核岛活动 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的双暂停倡议 和俄邦提出的奔布走设想为基础 制定了解决半岛问题的路线图 那么事实上现在今天发生的 朝鲜半岛的这种缓和对话 正是在朝着中方所倡导的这种 双暂停停转核的方向在发展 我们记得当朝鲜半岛建拔弩张的时候 中国倡导俄罗斯响应 所以俄罗斯的看法在这一点 跟中国基本上是一致 它的核心就是也是要通过封间段 来解决这个无核化问题 那么所以俄罗斯跟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当大的一个共识 但是其他各方当时都是 非常的反对和抗拒 但事实上事实胜于雄变 我们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情 在朝鲜半岛正式朝着中方所提的 这个路线图方向发展 而且中国有很好的一个合作 那么这也就是还有今后要包括 要重启这个六方会谈 这样一个多边的机制 分析认为目前朝美双方 在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上 已表现出一定的共识 各方不断释放积极信号 表现出相向而行的强烈意愿 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既然已建立起半岛无核化的 共同目标 有关各方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为推动朝鲜半岛和平问题的解决 贡献荆棘力量 就像这个特朗普在见记者的时候 他回答 他说他与一些科学家之间进行了交流 也聆听了他们的意见 他开始意识到 要实现无核化 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种做法 从技术角度来讲 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不管是在这种技术上 实现无核化的目标 还是双方之间建立政治互信 恐怕都需要一定的时日 但是同时 应该说双方之间 有相信而行的意愿 希望尽快地推动这样的一个进程 也是非常关键的 夜长猛多 有的时候双方之间 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或者是有更多的猜忌 在落实的过程中 有不断的犹豫 恐怕就会造成一些变数的增加 而变数的增加之后 各方就很难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甚至会打翻此前 已经达成的诸多的结果 历史上的教训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当前各方还是希望 能够借着当前的窗口期 更多的推动一些积极的进展 朝美两国再任领导人首次会晤 让我们看到 长期笼罩在半岛上空的浓重阴云 已经被拨开缝隙 照进曙光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就能看到晴朗的天空 更不表明半岛问题的解决 今后就会一帆风顺 今特会之后 半岛问题的真正解决 用此前特朗普自己的话来说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